第2601章麻烦与运道 麻烦 七尔与赵放相识不短 还从未见他有过如此神情 心神意领 对外界遭遇的事情 也不由生出一丝不安 该死 发生了什么事 优范空怒吼 瞪了眼赵放 暂且放你一马 等会再收拾你 说完 带着战舰护卫队 冲了出去 吼吼听的 几乎在优范空冲出去之时 外界有此起彼伏的售吼声传来 一头头遮天蔽日 气息恐怖的云兽 从四面八方冲来 疯狂地攻击着赵放所在的接引战舰 出去看看 赵放拉着歇尔往外走 歇尔回头看了眼 想看看潮汐城其他人的踪迹 却没找到 他没开口求赵放帮忙 因知道 刚才那些人的反应 已经饿了赵放 对方没杀他们 已然是留情 又岂会再救他们 你们自求多福吧 歇尔有心想救 但自身难保 最终只是常看 两人快步出了战舰 售吼声越来越响亮 极致走到甲板 赫然看到 前方密密麻麻 有无数头云兽 正朝着战舰飞来 烂一幕 看得悠范空这位问鼎强者 也是脸色发白 他虽是问鼎四重 可一旦陷入兽群 就算他实力在强 也无济于事 怎么会这样 还有 这里又是哪里 悠范空怒吼 确实发觉 战舰停靠的位置 并非前往西越大典途中 结结 一道冷酷的笑声 在天际回响 照放幽范空全都看去 却是看到 那个坐在千米英旧背上 无恙凶残如虎的男子 是你 金吾 是你长得多 你把战舰带到这里 意欲何为 看到那人 幽范空瞳孔一缩 不由力声喝道 呵呵 当然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先缘 剪除对手 英旧背上的男子冷笑 不光是你们 还有其他参加西越大典的战舰 也都遭遇险境 你到底是谁 幽范空惊悚 这才发觉 自己最信任的舵手 竟然另有算计 将自己 乃至整个战舰的人 都带到了一处绝地 我为金吾位 应就背上男子弹笑 什么 幽范空瞳孔一缩 天妖界四大妖王金吾王的敬畏 金吾位 不错 正是我 金吾位男子傲然道 脸上带着一丝猙獰的笑意 好好享受我为你们准备的血腥盛宴吧 金吾位 我发誓 必杀你 又范空咆哮 他很想冲过去斩杀金吾位 可金吾位身旁环绕的云兽太多 他即便冲过去 估计还没靠近 对方就成座 英就逃走了 而且 眼下最重要的 不是斩杀对方 而是逃出这群云兽的包围 呵呵 等你活下来再说吧 金吾位男子神情平淡 目光扫了眼照放 就收了回来 在他看来 区区何道近 根本不值得他多看一眼 公子 心悦牙齿发颤 饶视他经历无数历练 可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一幕 他一个人站在浩荡冲来的兽群前 就如滴水之鱼奔腾汪洋 那种个人的渺小与无力 在此刻 显露无遗 放心 有我 照放声音平静 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 好像只要有此人在 哪怕遭遇何等仙境 都能化险为夷 滚开 幽泛空出手 斩杀了数头撞击战舰的云兽 中手下吩咐 去控制室 操控战舰离开 没用的 战舰控制室被我毁掉 你们逃不掉的 金吾位淡淡道 幽泛空不理他 很快 被他命令前往控制室的强者返回 脸色难看 大人 控制室毁了 这艘战舰 已经无法启动 听到这话 幽泛空脸色铁青 金吾位却是哈哈大笑 契落道 幽泛空 你不是目空一切吗 有本事 在授群中杀个七进七出 将所有参加大典的弟子都救出来啊 迟到如今 只能动用备用战船了 幽泛空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一艘战船 无论是体积还是防御力 都远不如接引战舰 更重要的是 速度不及战舰的十分之一 正因如此 他一开始没打算动用战船 因为知道 就算用了 也不一定能逃出云兽的追杀范围 可如今 他走投无路 别无选择 去招聚那些参加大典的弟子 速度登船离开 幽泛空大吼 此船 无用 这时 一道平淡的声音 传入幽泛空耳中 他回头 却见赵放正悠然望着前方 呸呀呀笼罩而来的兽群 宛如天灾 让人经不住心计 但少年却面不改色 妈的 此船有没有用 老子不需要你提醒 再计歪 就杀了你 幽泛空此刻心情本就不好 赵放这一打岔 更是激发他的怒意 虽然懒得救你 可我更不想看到 你得意的表情 赵放不理会 幽泛空的叫嚣 一直金无味 冷淡到 金无味面色冷漠 丝毫不理会赵放 在他眼里 赵放不过是 蝼蚁般的人物 哪里值得他多看一眼 所以 你很走运 赵放目光又落在 幽泛空身上 在后者几乎要抱走的情况下 不紧不慢地召唤出一艘庞大的金属兽战舰 这是 战舰一出 一股森然恐怖的气息 向着思念八方扩散 那其实之强 比直接引战舰还要恐怖数倍 你 这 这是你的战舰 幽泛空也猛了 忘记发怒 金无味则是脸色铁青 自己好不容易营造出的杀局 居然出现了意外 让其他人速度登舰 另外 警告他们老实点 若敢乱动 我不介意灭杀他们 说着 他袖袍一挥 纯正的魔力笼罩住 冲向金属兽战舰的 石树头八品中等云兽 砰砰砰踢的 当魔力缠绕住他们的瞬间 石树头云兽集体炸开 天空宛如绽放出石树团璀璨的烟花 幽泛空瞳孔一缩 照放追一手 让他吃惊 要知道 云兽与生俱来就肉身强悍 生命力惊人 战力要比同级修士强上一大截 那石树头八品下等云兽 换作普通问鼎强者出手 虽也能诛杀 但绝对做不到 炉罩放这般轻松 这家伙 真的只是何道境 战力怎么如此恐怖 第2602章 金无尾 你去战舰上待着 一股魔气漩涡 裹着希尔 将他送入金属兽战舰 与此同时 战舰防御启动 除了留下两扇进出的门户外 鱼者全部被封上 两扇门户旁 有十数公输族强者护卫 还有七黑炮口 静静对着那呼啸冲来的云兽 砰砰 炮弹呼啸 拖曳出两道炫目的流光 冲入兽群 兽群瞬间伤亡过半 即便汉不畏死的强冲到战舰旁 也会被守在旁边的公输族强者 联手斩杀 与此同时 在接引战舰护卫的带领下 一众青年才俊 纷纷逃出接引战舰 登上金属兽战舰 有条不紊 金无畏看到这一幕 脸色格外冰冷 他的计划 没想毁掉战舰 杀光战舰上的所有人 可如今 照放的出现 将他计划全盘打乱 敢跟我金无畏作对 找死 金无畏男子眼眸冰冷 杀意如涛 想逞英雄 我就成全你 他取出一根造型夸张的古笛 放在唇边 轻轻吹奏起来 笛声悠扬 似不加带任何神魂攻击 但听到笛声的云兽 却一个个气息狂躁 看向照放时 如同看到杀父仇人般 谋中充斥冰冷杀意 一副疯狂搏命的架势 刹时间 数十头云兽呼啸冲了过来 照放脸色一沉 时间紧迫 绝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 否则 一旦后面的云兽大军冲来 众人都要死 你 你保护战舰 照放一直又泛空 后者脸色冰冷 他虽认同照放实力 但并不觉得 少年能与自己平起平坐 如今 还敢命令自己 当自己是什么人 他的家仆吗 若战舰有失 我必斩你 冷冷看了眼神色阴沉的优泛空 照放取出藏风剑 整个人气势瞬间变得凝厉 恐怖起来 那一煞 优泛空感觉到一股惊人的剑气冲销而起 在那股剑气面前 哪怕是自己 也不够一剑斩的 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 优泛空一脸震惊 本以为 照放能有问顶静的战力就不错了 现在才发觉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方 这时背后浮现阴阳双翼的照放 已然冲向金无味 他要为那些弟子登上金属兽战舰争取时间 你疯了 优泛空大叫 哪怕照放实力很强 可毕竟只是一人 如何能与一群云兽硬汉 可当他看到接下来的一幕后 他整个人傻愣在了原地 只见人间合一的照放 化作一道血色红光 横冲直冲 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有多少云兽 接触到那道血光后 都被轻易撕裂贯穿 然后轰然爆成一团团血雾 只是眨眼的功夫 他便横渡出数十里 斩杀上百头云兽 原本还想讥讽罩放不自量力的金无味 脸色骤然大变 笛声变得急促 引动附近云兽纷纷来圆 企图阻拦滚开 绝光中奔射一道恐怖剑气 无坚不摧 无物不斩 挡在他面前的云兽 在那道恐怖的锋芒之下 瞬间被斩成两半 哪怕没有当场死去 也没办法再阻拦赵放 因他已经趁着这个间隙 将自己与金无味的距离 拉近到了千丈 金无味脸色巨变 该死 他低吼一声 对赵放这个搅局者 碰到了极致 逃 收起骨笛 金无味一拍腰间处物空间 其内冲出一头庞大的云兽 张开大口 直接将金无味吞了下去 云昆兽 后方的幽泛空间状 不由瞳孔一缩 惊叫道 凌厉的剑芒 斩在云昆兽身上那刻 却像是斩在虚空中一般 静止穿过了他的身体 未能伤他分毫 照放挑眉 体内境运有如此强大的空间之力 把我的攻击 都转换到了其他空间 该死的小子 我记住你了 下次再见 必要祝你九足 金无味充满怨毒仇恨的声音 自云昆兽体内传出 下次 你没有下次了 照放一拍腰带 末带飞出 瞬间延伸万丈 绕着云昆兽缠了一圈 逼喝道 收 攻击的 末带涌出大量规则之力 在与幽冥界规则相抗时 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恐怖的规则之力蔓延 带走了无数云兽的生命 光芒散去 原地只剩下一个静静悬浮 已然恢复寻常大小的腰带 照放伸手一招 腰带缠在腰上 他整个人暴力而回 刹那便回到金属兽战舰 只等到赵放出现在身前 优反空依旧处于惊恶状态 战舰启动 走 舰人员转移的差不多后 赵放不再停留 直接下令起航 轰轰踢的 战舰爆发出阵阵轰响 一记绝尘 在后方云兽大军堪堪降临前 迅速彻底了现场 战舰消失后数分钟 云兽军团赶到 失去金屋卫的操控 那些云兽除了极少数和恶人类 还在继续追赶外 大部分的云兽 都停在原地 甚至为了争夺同类的尸体 大打出手 场面异常狂暴 凶猎 足以看的任何羞是心惊肉跳 这种情况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光举的 虚空裂开 从其中走出三道身影 三人眸光毕逆 气势强横 装束于先前的金屋卫 一模一样 老六失守了 这里是他的气息最后出现的地方 甚至 还有云坤兽的气息 看来 他应该遇到了麻烦 打算动用云坤兽逃离 却没能逃掉 三人扫了几眼现场 四亲眼目睹先前一战斑 将那明惊无畏的遭遇 推测的八九不离时 老六实力虽然不算强 但能操控这么多云兽 普通的问鼎四重 乃至五重都不一定能奈何他 那个神秘强者 能擒下老六 定然是在老六反应不及的情况下 能做到这一步 那神秘强者的实力 至少是问鼎五重后期 甚至 有可能是问鼎六重 说到这里 三名金屋卫的眉头 都皱了起来 奶奶的 幽族的问鼎六重 什么时候这么泛滥了 普通的接引战舰上都出现一位 一个金屋卫周马道 老六绝不能落在幽族手里 那帮变态最擅长行讯逼供 能进入别人灵魂 一旦老六中招 大人的计划可就有危险了 老五 你去通知统领大人 我与你三哥继续追踪老六七夕 第2603章 做狗做出了优越感 金属兽战舰上 那 那今无畏呢 又泛空始终 没能忍住自己的好奇 询问道 照放动用末代时 他就在金属兽战舰上 亲眼目睹了末代 昆云昆兽的一幕 接着便爆发恐怖的规则之力 想来云昆兽定然是陨落了 但他不确定 自战舰启动后 便一直想过来询问 一直没赶来 直到现在 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好奇 死了 照放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魂金八千万 啊 优凡空一猛 有些跟不上照放跳跃式的思维 就你一传人 欠我魂金八千万 照放继续道 你怎么不去抢 优凡空脱口而出 魂金 是幽冥界流通货币 对于修炼优明之力的人来说 有极大的辅助能力 属于比较稀缺性的资源 优凡空子近身问鼎近千年 唯优族也立下不少功劳 身上魂金满打满算 也不过四五百万 照放开口就要八千万 简直就是在弯肉 还以为碰到了个股道热肠 喜欢路见不平的侠客 现在看来 这他妈哪里是侠客 简直就是土匪 答应就好 看你这么穷 估计也没几颗 我不会跟你要 照放肆没听到他的话 淡淡道 优凡空都快抓狂 能不能听别人好好说话 我特么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别自作主张好不好 他很想爆打照放一顿 可以想到照放展相 金无为那惊人一见 他所有的战役 就像是冬雪遇到春阳 轻刻煎骁荣 挖了个机 这小子也就和道静修为 怎么站立如此恐怖 他心中低估 那一剑的锋芒 直逼问顶六众 真要跟他交手 我怕是连他一剑都接不下 你们优族家大也大 应该不缺这八千万魂金吧 照放自问自答 优凡空都快疯了 这家伙脑子没问题吧 还在打优族的主意 闲死的不够快 优族自然不缺八千万魂金 但你也得有命拿才行 优凡空冷亨道 这点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另外八千万这个大头 虽然不用你付 但你个人乘坐我战舰的一千万魂金 还请现在付一下 照放看向优凡空 阁下 别欺人太甚 优凡空以为没自己什么事 没想到绕来绕去 又绕到自己头上 张口就要一千万魂金 那么把自己卖了 也不一定能值这个价吧 没钱啊 照放脸色一沉 没钱敢登船 徐老子开心呢 返航 把他重新丢回去 相信会有云兽好好招待你的 一听这话 优凡空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战舰启动时 那群庞大的云兽群已然快要降临 此刻返回 等同于自投罗网 到时候 战舰有各种防护措施 可以轻松拜托那些云兽 自己可就要成为 那群愤怒云兽的口腹之物了 这家伙应该不会这么做吧 正这样想着 他陡然发现 战舰竟真有返航之事时 额头立时渗出大片冷汗 连忙道 别冲动 别冲动 我刚才只是见气氛有些紧张 开了个玩笑 活跃下气氛而已 赵方盯着他 没有说话 优凡空脸色一垮 一千万实在太多 超过我承受范围 我身上满打满算 也就五百多万而已 你怎么混的 堂堂问鼎 连一千万魂巾都没有 赵方那怀疑的眼神 更让优凡空郁闷的想吐血 一千万我拿不出来 这是我所有积蓄 你如果不满意 那就让我下船吧 看你可怜 勉为其难让你躲一时 赵方袖袍一挥 五百多万魂巾被骑收了起来 健壮 优凡空虽然心疼魂巾 但也知道 命在时保住了 心神一松 一屁股坐在了战舰上 起来起来 赵方呵斥到 干肾 优凡空瞪眼 五百万魂巾只是个战票而已 你还想做 开什么玩笑 你妹啊 优凡空都快要空了 五百万魂巾都能买一艘普通的战舰了 在赵方口里 居然只是战票 什么战舰的座位这么值钱 你以为这是酒品上等战舰啊 心中很不满 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他深吸一口气 将满腔不满都压了下来 暗暗告诫自己 隐忍 隐忍 一旦回到幽族 我会让你把吃进去的东西 连本带力的吐出来 赵方不搭理表面顺服 心中记仇的优犯空 返回战舰主舱 沿途遇到的一些青年天才 望向他的目光 都很复杂 尤其是潮汐城诸人 而以为赵方也就比他们强一些而已 可以追逐 但一眨眼 这位同道 斩群兽 百战舰 救众人 显露堪比问鼎五重战力 一跃成为了九天神龙般的存在 让他们只能仰望 这种变化 让他们心绪复杂 感慨万千 就连希儿 面对赵方时 也拘谨不少 赵方心中轻叹 倒也没怎么在意 进入房间后 身形从房间消失 进入末代世界 主人 他刚一出现 金言就兴奋地扑了过来 赵方拍了拍他的风臀 淡淡到 刚才送进来的两个家伙呢 在这边 金言带赵方来到一处平原 平原之上 一头庞大的云昆兽 似被无形锁链捆在地面上 无法挣扎 在他身旁 还有一道身影 正是金无畏 金无畏看到赵方 面色难看 道你是什么人 话为说完 就被金言一巴掌打得 愈鲜愈死 直接喷血 连自己处境都搞不清的家伙 最好慎言 金言冷冷到 金无畏浑身伤痕累累 有些明显是被虐打的 赵方偏了眼金言 后者历时露出一个温柔顺服的笑容 阁下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何必如此待我 你若放过我 我可以为你做一件事 另外 绝对不会找你报复 报复 凭你吗 赵方淡淡一笑 我实力虽然不如你 但我是天妖界四大妖王金屋王的护卫 我主人的实力 已然是问顶尽后期 哪怕阁下实力再强十倍 也非我主人对手 金无畏傲然道 做狗还做出优越感了 照放颇为无欲 第2604章 第2604章第05藤山 本来天妖界与幽族之间的梁子 我也不想横插一脚 可谁让你运气不好 碰到了我 还想杀我 我也只是自保 才捉了你 听到这话 金屋为心中一喜 只要照放忌惮金屋王 忌惮天妖界 他就还有活命的机会 不过呢 我这人最讨厌被威胁 你拿金屋王威胁我 真以为 我会怕了他 照放话锋一转 语气冰冷 金屋为心中一颤 算了 跟你扯这些也没用 回答我两个问题 照放目光一鸣 盯着金屋为 道 你可知道 天妖界最近 勤拿了一个叫红痕的人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本来 金屋为对幽族等人出手 他也不想理会 最多 也就救走歇尔等人罢了 至于其他陌生人 也就听天由命 但在金屋为自保身份后 照放改变主意 他决定情下对方 来问寻天妖界的事情 我失死也不会出卖金屋为 红海 金屋为还以为 照放要问什么 天妖界的密文 一副是死不说的态度 等反应过来后 他一脸错愕 见状 照放脸色一沉 倒不是因为金屋为 抗拒不言的态度 而是他之后表现的错愕 那是从未听说过红海 对陌生人很茫然的一种错愕 红海 是谁 金屋为试探性问道 金言 照放话音刚落 金言兴奋窜了过来 直接对金屋为出手 打得他哭爹又喊娘 但最终 也没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讯息 按照金屋为所说 他数十年前 就被派出来 秘密执行任务 很少与天妖界联系 天妖界的一些大变动 他根本不清楚 妈的 照放很不悦 费了这么多手脚 居然只得到这样一个消息 主人 我杀了他 金言走向金屋为 被打得宛如死狗的金屋为 还保持着最后一点清醒 眼见金言一脸杀一走来 咆哮道 我是金屋王的金屋为 你不能对我出手 我在外面 还有金屋为同伴 一旦他们察觉我气息消失 肯定会追杀而来 哪怕你实力再强 遇到统领大人 也必死无疑 统领 照放转身看向他 金言也挺手 不错 我在金屋为中 只能算是垫底 其他金屋为 大都是问鼎四五重修为 我们统领实力最强 是问鼎七重 你遇到他 绝对会死 金屋为为了保命 只能威胁照放 问鼎七重 那应该知道天妖界的变局吧 照放突然笑了起来 你 你不惧怕 金屋为一副见鬼的表情 想不明白 只有问鼎五重站立的照放 有什么自信 敢硬汉金屋为统领 居居问鼎三重 有什么资格 让我家主人惧怕 不知所谓 金言冷笑 一掌拍碎金屋为脑袋 主人 这头云坤兽怎么处置 扎了金屋为后 金言目光又看向瑟瑟发抖的云坤兽 他体内被刻了空间传送仙阵 目的地 应该是幽冥界的某处 可惜 不是天妖界 照放惋惜 云坤兽在天妖界 也属于比较稀少的存在 他体内自成空间 还能刻印仙阵 对主人也算有些帮助 不如留下 我来抹去他体内的仙阵 重新为主人刻鲁一个 金言提议 就按你说的办 另外 修为不要荒废 我希望你能尽早达到问鼎九重 如果需要什么材料资源 尽管开口 是 金属兽战舰速度极快 原定于十天后赶往幽祖武藤山 照放愣是用了二十天才赶到 归根结底 是照放在等其他金无味找上门 顺便反杀 这才让战舰放慢速度 左右苦等了十多天 也说金无味统领 连半个金无味的影子都没看到 难道 那金无味是在炸我 照放很生气 恨不得将金无味再拉出来鞭尸 但很快就调整过来 算了 既然他们不来 等此次西月大典结束 我必亲上天妖界寻找答案 说着 他唇角露出一丝笑容 此番接连杀戮 让我先立直已达到河道九重 接下来 便是凝炼问鼎之精 突破问鼎进了 武藤山 战舰接踵 人潮涌动 极为壮观 当金属兽战舰出现时 引起不小轰动 使入武藤山战舰的 基本上都是幽冥二族的战舰 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别家的战舰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最终还是幽泛空出面 让战舰有了停靠的位置 幽冥界的天才 还真多啊 金无畏做了手脚 负面不少战舰 本以为此次西月大典会天才凋零 没想到 还是一副繁盛的局面 那当然 我幽冥界 天才无尽 金无畏面杀的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幽泛空望然道 照放一副看白痴的表情看着他 心想 自家天才被外人杀了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幽泛空也反应过来 脸色一黑 咬牙切齿地骂了几句金无畏 范空大人 您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您也出事了 幸好幽冥先人保佑 您平安回来了 战舰停靠没多久 便有一个大富贤贤的中年男子 带着一群人 快步赢了上来 那中年男子对幽泛空 更是态度恭敬 宛如下属遇到上司 幽泛空傲然点头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不由皱眉 出事战舰有多少艘 初步统计 有近百艘 听到这个数字 幽泛空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怎么会这么多 中年男子看了眼赵放 幽泛空这才反应过来 随中年男子走了几步 设下一个隔音秘术 也不知中年男子说了什么 幽泛空的脸色 变得十分的难看 最终更是咬牙切齿 幽泛空阴沉着脸走过来 赵放恍如未见 淡淡道 人都给你带回来了 剩余的七千五百万魂金 什么时候给我 滚 幽泛空正在气头上 加之回到自己地盘 哪怕赵放实力很强 对他也没有太多敬畏 直接骂道 赵放也不动怒 笑了起来 看来 你是打算赖仗啊 第两千六百零五张皮一下 很开心吗 见赵放这副笑容 幽泛空不由想起这二十多日的相处 心中逆寒 半转念一想 自己现在不是在对方战舰上 而是到了自家地盘 没理由再惧怕对方 不由冷笑道 你也是胆大 居然敢趁火打劫 敲诈我堂堂优族长老 别说八千万魂金 你连一根毛都得不到 识趣的 乖乖交出我的魂金 否则 赵放笑意更浓了 看来 不光打算赖账 还想过和拆桥啊 什么八千万魂金 一旁中年管事都听猛了 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魂金 而那个少年 居然敢敲诈堂堂优族 而且 还是八千万魂金 从始至终 那八千万魂金 都是你一人的自说自话 我可从未答应过 幽泛空笑容冰冷 到了自家底牌 他腰杆也硬挺起来 哪怕赵放实力再强 难道还敢在优族地盘上撒野 这样啊 那就有些麻烦了 赵放皱着眉头 只要你交出本长老的五百万魂金 外加那艘战舰给我做补偿 我可以当做什么时候都没发生过 幽泛空唇脚挂着一丝笑容 甚至可以说是得意 你再打这个主意啊 赵放也笑了 笑容有些冰冷 我不畏生死地将你从金无味的阴谋下救出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 谁让你出手了 你不出手 我也能解决 幽泛空冷笑 是解决 还是抛下那一传人的性命 独自逃亡 赵放淡淡道 要你管 幽泛空神色冰冷 注意到远处走来的数位幽族长老时 也笑了起来 现在 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是交出魂金 还是死 一瞬间 周遭的目光 全都汇聚到了赵放身上 谁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年轻的家伙 胆子居然这么大 敢敲诈幽族长老幽泛空 不过 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 这里毕竟是幽族地盘 哪怕外人实力再强 也很难翻起风浪 抱歉啊 赵放笑容冰冷 这两个我都不想选 相比起来 我更喜欢送你去死 找死 幽泛空呵斥 身形却急速暴退 他可是知道赵放战力强横 若对方真的不计后果出手 自己很难抗下 找死的是你啊 眼前一花 失去赵放身影 耳边却传来赵放冷漠的声音 幽泛空身体一僵 下意识出手 却被一拳打在软肋 浑身力量像是被卸去一样 再也施展不出分毫 哼 幽泛空重重砸在地上 衣衫破碎 模样狼狈 你 望着站在身前的少年 幽泛空又惊又骇 他低功了赵放的战力 更算错了赵放的性情 本以为赵放会忍其吞声 哪怕不能 也不敢在幽足地盘对自己出手 可现实却无情地告诉他 赵放出手 且一击就打得他失去战力 提着一下 你很开心 赵放戏谑 望着步步逼近的赵放 幽泛空面露巨色 这才想起 眼前少年是一个沙发冷酷的强人 额头不由渗出冷汗 你 你想干什么 放心 你暂时不会死 赵放抓着他的衣领 如提鸡仔般提起 幽泛空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又紧张起来 赵放说的只是暂时不会死 也就是说 最终还是会死 你干什么 快放了范空长老 中年管事冲着赵放立鹤 锅灶 赵放眼皮一抬 随手一掌将中年管事拍成重伤 人群再无人敢言 哼 饺子你太嚣张了 不远处的两位幽足长老走近 看到这一幕 都脸色发黑 堂堂幽足 何时被人在家门口打脸 点 然而当看清赵放手中提着那人时 两人有些猛 范空长老 幽泛空 堂堂问鼎四重 竟被一个少年 提鸡仔般提着 若非亲眼所见 两人简直无法相信 幽童 幽离 快去通报祖老 幽泛空冲着两人吼道 尽管这两人与自己修为相等 但赵放能如此轻易擒下自己 并暂时瓦解掉自己的战力 解决这二人 应是不难 幽童幽离两位长老面皮一跳 听出幽泛空言语中的急促 也不敢怠慢 连忙转身 就打算离开 既然来了 何必急着走 赵放淡淡一笑 取出藏风剑 剑气喷发 笼罩住二人 二人面色大变 纷纷躲避 或取出防御宝物抵挡 但在藏风的风锐剑气下 一切阻拦 都是无用 痴痴 两人瞬间被剑气倾体 肉身裂开 血液与剑气向外似剑 你们最好不要乱动 否则潜伏在你们体内的剑气 会不会爆发 我可不敢保证 赵放笑盈盈望着二人 二人检查了下自己后 面色十分阴沉 阁下如此做 是真要与我幽族为敌 赵放不言 如果幽族每个长老他都要解释一遍 岂不要累死 将三人从锁链捆在一起 赵放单手抓着锁链一端 拖着三人 如同在拖曳车拉机 不少幽族强者见状 都极为不愤 甚至出手阻拦 除了问鼎静被赵放擒下外 其他何道静 皆被他弹指所杀 一时间赵放所行之处 鲜血遍地 尸臣八方 已来极大的骚动 李然长老 那边怎么回事 不远处 一个英俊的青年注意到了这边情况 问身旁一个老者 那时天脉方向 好像发生了激烈战斗 李然偏了一眼 道天脉 英俊青年眉头一挑 笑了起来 这种狗咬狗的事情 可要好好看看 幽名八脉 并非和气一片 事实上 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与仙术 八脉之间的青亚 更胜过其他世界大势力之间的较量 英俊青年所在的幽族全脉 与天脉关系谈不上恶劣 但也不怎么友好 如今看到一向狂妄自大的天脉 四辈人捣乱 总有种说不出来的幸灾乐祸之感 两人靠近 看到了那被众人围在中间的少年身影 少年一袭白衣 单手直剑 单手提着锁链 神情淡然冷漠 好像根本没把围在身前的无数优族强者放在眼里 在看到少年模样时 英俊青年于里然 巨视瞳孔收缩 满是不可置信道 怎么是他 第2606章横杀无忌 人群中的少年 白衣胜血 提剑傲力 凡阻在身前之人 皆被他一剑斩杀 气质冷峻的他 颇有种与神杀神欲鬼杀鬼的气魄 英俊青年看到他第一眼时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此人与他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和其相似 只是 二人的气质 一个冷峻 一个轻狂 宛如两人 赵放 李然长老一字一句 你没看错 英俊青年也就是幽都 陈卓连问道 他记忆中的赵放 虽然实力不错 但也只是合到近层次而已 何曾有过眼前这等 力压问顶强者 一人挑战一族的壮举 而且 以群道山当日的环境 面对开山服 与另一个问顶二重强者的联手狙击 潮汐城珠墙 乃至赵放 都应该死在群道山 但对方怎么还活着 幽都想不明白 当目光处即到 那被赵放用锁链捆着的幽泛空等人时 他面色疏然变得难看起来 幽泛空 问顶四重 幽足天类长老 无论身份还是实力 都是他只能仰望的存在 这等大人物却被赵放用锁链捆着 托死狗般前行 这怎么可能 绝对不会错 李然深吸一口气 神色复杂 他的心情 与幽都还要复杂 当日在群道山一个连 让他正眼瞧一眼都不配的少年 如今 近情下五六名不逊色 自己的问顶强者 其中 还有三人实力 更是达到了问顶四重 这不是在做梦 他怎么会来到这里 幽都男男 这时被包围的赵放 目光看了过来 一眼便看到 缩在人群中的幽都与李然二人 在二人惊恶的目光中 赵放咧嘴一笑 然后向二人走去 他要干什么 不少人胡疑 幽都李然却是如临大敌 没想到 群道山一别 这么快又见面了 只是不知道 你们准备好受死了吗 呃 幽都李然神色一僵 听到前半句时 两人还算平静 毕竟只是普通的寒暄 可最后一句 却如平地起的惊雷 让二人面色大变 李然 你跟他认识 幽泛空叫道 问顶强者并不多 加上同时幽足一脉 他自然认识悬脉的李然 有过一面之人 李然点头 可不仅仅是一面之人 赵放笑了起来 在群岛山 你还想收我为奴 并在关键时刻反水 逼得潮汐城等人 险些被群岛山等人斩杀 赵放说这话时 一直在笑 可李然幽都二人 却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 与恐怖 就好像被一头凶狠 妖兽钉上 身上汗毛炸起 当日算你们逃得快 我又也懒得追击 不过 这个梁子 可不代表就没了 你 你想干什么 你已经得罪了天脉 还想再得罪血脉 李然长老将幽都护在身后 盯着赵放 审声道 是啊 我们本没有生死大仇 只要你放过我 想要什么东西 都可以给你 幽都也道 什么东西都给 赵放笑容不减 不用那么麻烦 把你性命给我就行 幻音落下 体内魔器瞬间翻涌而出 在体表形成一只魔手 直接抓向幽都李然二人 李然拼命阻拦 但却是无用之功 瞬间被赵放抹杀 到时幽都 身上有一件强大的密保护体 虽被重创 却活了下来 咦 赵放惊讶 欲要再次动手 幽都心底发寒 他见幽泛空等人被擒 并不觉得是赵放战力有多强 而是认为有外人帮助了他 可如今 堂堂问鼎一重的李然长老 连赵放一击都扛不住 这种事实 彻底粉碎了他一切念想 而且 他能保命 是动用哥哥忧伤留给自己的呼身符 那呼身符能抗住 问鼎五重的权力一击 但也只能动用一次 如今 面对赵放第二次出手 自己拿什么抵抗 哼一下 幽都咆哮 你不能杀我 我是幽族悬脉天才 我哥是悬脉天骄第一人忧伤 你若杀我 他必杀你复仇 他搬出自认为最大的靠山 赵放像是没听到一样 手掌拍落 幽都化作肉泥 当场横死 人群死寂 所有幽族强者 都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望着赵放 都没想到 他胆子居然这么大 极下幽泛空 用锁链捆住羞辱还不够 居然连幽都都杀了 这等于同时得罪幽族中的天选两大脉 这小子孤身一人 哪来个底气 敢与这两脉相争 清静了 赵放咧嘴一笑 这次 他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站在原地 静静等候着 那些围攻赵放 却不赶上前的幽民族强者们 见他如此 心中奇怪 依旧警惕地盯着他 赵放目光转动 看向武藤山深处 唇角露出一抹笑容 只见他单手主见 眸光深远 声音如滚雷 轮回借照放 前来幽族讨债 生镇苍穹 传遍了武藤山 山脉各处的强者们 纷纷抬头看向声援位置 目光惊异 轮回借照放 难道是那个前不久 带着车后族 探灭公输族的神秘人照放 传闻 他的手下 有一支修罗军团 他居然来到了幽民界 居然还来我们幽族讨债 听到照放的声音 山脉中立时爆发出 不可思议的议论声 轮回借照放 优泛空瞳孔一缩 面色异常难看 轮回借发生的事情 幽族早有耳闻 甚至知道 在幕后操纵两族战争 并且执掌轮回借的 就是这个叫照放的家伙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似着等天上神龙般的人物 居然会出现在武藤山 还特么跟自己有了交集 更可悲的是 自己还特么得罪了这人 妈的 老子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一瞬间 幽泛空游总想死的冲动 他知道 自己踢到了铁板 给幽族惹来了不小火端 但转念一想 又冷笑起来 照放又如何 这里可不是轮回借 而是幽民界 没有修罗军团 幽族杀你如杀狗 时间不久 武藤山深处 突然冲出树骨庞大且惊人的气息 气息如龙 有着横压一切的恐怖气焰 普通幽民族强者 在这股气势下 竟有种瑟瑟发抖的恐怖感觉 第2607章证据 何人传我武藤山 苍老声音穿透无银虚空 在照放所在的这片天空上回响 与此同时 十数到惊人的流光 从山外深处射出 以鬼魅般的姿态 降临照放所在的区域 流光散尽 十数到一朝不一 男女各异 气息深远的强者 出现在照放面前 这十数人 每一个 都有不逊色幽泛空的修为 其中有五六个 甚至更强 已然达到问鼎五重 六重 这些人出现后 目光锁定照放 眼中闪烁着奇异之盲 照放之名 他们早有耳闻 一直想见 时这位操控车后 攻输两族战争 最终执掌一届的肖雄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今日一见 多少有些失望 照放与他们想象中 那种一眼镇压一届的大人物 差距太大了 更关键的是 这家伙太年轻了 在武藤山上 这种年轻的面孔太常见 几乎遍地都是 很难将其与 执掌一届的大佬联系在一起 不过 当注意到被捆住的 优泛空等人时 他们心中的轻视 少了一些 但也多了几分怒意 优泛空等人 不管怎么说 都是天外长老 照放却将他用锁链拴起来 实在是欺人太甚 阁下就是照放 为首一名黑衣白眉中年 盯着照放 神态不善问道 你是 照放淡淡问 老夫幽虚 幽族天麦大长老 黑衣白眉中年说道 照放神情漠然 他就看出对方是个 问鼎六重巅峰强者 想来在幽族地位不低 不过 此人虽强 却不是刚才那道声音的主人 他目光望向武藤山深处 嘴角扯出一抹笑容 真没想到 武藤山中 竟还藏着一尊 问鼎七重的大强者 那位问鼎七重 并未出来迎接照放 或许是轻视 又或许其他原因 但在照放看来 自己被小觑了 照放道 有不坐镇轮回戒 来我幽冥戒作甚 竟我幽族与道友 并无深仇大恨 道友如此 折辱我族长老 是何用意 幽虚冷冷道 他并不怀疑照放身份 能在何道境 就拥有立押问鼎 四重战力的 放眼意外世界 也都是屈指可数的人物 而传闻中那位 执掌轮回戒的照放 就是这样一位 不受境界之雇 战力超强的存在 即便如此 幽虚也不在意 这里可是幽冥戒 是他幽族的地盘 又岂会惧怕一个外人 更何况 照放身旁孤身一人 幽族想拿下他 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的确没有 身仇大恨 但却有一笔账 要算 照放无视幽虚言 与中的责难 淡淡道 幽族天脉的接引战舰 在返航途中 被天妖界金无未算计 战舰损毁无法启用 且陷入云兽包围 是我在关键时刻 用我自己的战舰 救了你们幽冥戒的天才 当时 说到这里 照放随手抓向身后 将幽泛空扔到 他与幽虚两人之间的空地上 继续道 此人答应我 将幽冥戒天才平安送到五藤山 幽族会送我八千万魂金 什么 此言一出 除了幽虚皱了皱眉外 他身旁一众人 都面色大变 盯着幽泛空 极为不悦 八千万魂金 对于幽族天脉而言 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怎么可能为了一群不起眼的小天才 让幽族搭上这么多魂金 我没答应你 幽泛空被同族强者冰冷目 光看得浑身发凉 目持照放 照放幽不理他 自顾道 幽族身为幽冥界主宰 一方大主及势力 其长老之言 应该不会只是一指空言 所以 我答应了他 并一路为他护航 送到了武藤山 谁知 这家伙前脚刚离开我的战舰 后脚就变脸 不仅要索回先前付给我的定金五百万魂金 还要抢抢我的战舰 并连同其他强者对我动手 听完 所有人都沉默了 幽虚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先前还以为 照放是无故闯山 挑衅幽族 如今看来 是幽族亏欠了对方 才有如此局面 若真如对方所说 幽族这就是恩将仇报 传到其他世界 绝对会让幽族声名狼藉 名誉扫地 想到这里 他对擅自答应 照放八千万魂金的幽范空 可谓恨到了极点 幽范空察觉到幽虚目光不善 心中将照放十八倍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嘴上连忙辩解 大长老 你别听他一面之词 我没答应他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赤阿大长老 这种事情 岂能听一个外人胡说八道 其他长老也开口道 八千万魂金不是小树木 天外绝不能拿出 而且 一旦真如照放所言 那他先前杀的幽族强者可就白死了 毕竟人家是正经防卫 是幽族对他不起在先 哪还有脸在继续追究 阁下可有证据 幽虚淡淡道 呵呵 我早就料到 你会充尔反尔 提前做了准备 赵放环顾一周淡淡笑道 说着他取出一枚玉符 刘颖符 幽虚看到那道符的瞬间 心中一个咯噔 不妙感涌了上来 幽泛空更是差点昏了过去 他不记得赵放当初有动用刘颖符之类的东西 也没察觉到玉符的波动 这什么时候记录的 当着无数人的面 他催动刘颖符 其上出现赵放与幽泛空对话的画面与声音 正是幽泛空答应返回幽族后 宋赵放八千万魂金的一幕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无言 事实澄清 但幽族这个跟斗却实在大了 为了一船无足轻重的天才 搭上了八千万魂金 幽族长老们的心都在滴血 哪怕是幽虚 也是谋光冰冷 恨不得一脚踩死幽泛空 这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可他又不敢这样去做 事情经过发酵 已然引来无数人为官 其中绝大多数 就是来自幽冥界各处的天才 如果他敢指责幽泛空 那就代表着 他不同意用八千万魂金 换一船天才的性命 这才会其他人感到心寒 与幽族统治不利 第2608章解释解释 此事关系甚大 八千万魂金不是个小数目 我需要跟祖老商议一二 幽虚沉默片刻开口 如今目已成舟 推是推不掉了 但想让幽族拿出八千万魂金 显然也不太可能 是以幽虚打算拖下去 他不信赵方这个外人 在幽族地盘上 能一直耗下去 只要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处置 结果如何 还不是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怎么 堂堂幽冥界第一势力 连八千万魂金都拿不出来 赵方戏谑 又仿佛看穿幽虚想法 道 或者 在你们幽族眼里 哪怕是一传天才的性命 也不如那些冷冰冰的石头 你 幽虚眼眸冰冷 赵方这样多多逼人 摆明要让他当众表态 赵方无视对方双眼中刺骨的杀意 效望着又犯空 看来 我有些低估你的分量 他本打算 捕捉数位问鼎四重 逼迫幽族认同交易 速度交账 现在看来 这位幽族天类的负责人 又虚 明显想赖掉这笔账 你 你打算干什么 又犯空没有来的心中意涵 以他这段时间的了解 赵方绝对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 又虚这样糊弄对方 难保不会激怒对方 你都打算杀我了 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赵方笑容如旧 伸出手掌 磨气一吐 裹向幽泛空 助手 幽旭面色一寒 阁下太放肆了 哪怕范空真的罪了你 你如此折辱 也该出一口气了 还想要杀他 赵方理都不理 磨气惊人 一副要将幽泛空当场灭杀的姿态 幽旭阻拦 挥刀斩出 刀气森然 展开层层磨气 势如破竹 不等优虚得意 磨气反捕 将刀气罩在其中 砰砰 问响不断 但随着一道轰隆声响 刀气磨气 剧灭 见状 不少人神情惊恶 平手 优虚可是问鼎六众的强者 他的攻击 就这样被轻易挡下 就连优虚本人 一时面色沉迷 尽管刚才一刀 只是随手批出的试探性攻击 但能被照放如此轻易挡下 多少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当然 如此年轻的问鼎六众级战力 优虚也见过一两个 那些人无意不是踏入问鼎五六众的强大存在 似赵放这种 还在何道进 就有如此惊人战力的修饰 他却是从未见到 这小子什么怪胎 优虚审视打量着赵放 而这时 赵放再度出手 这一次 攻势无比凌厉 优虚虽然阻拦 但也只拦住部分威能 依旧有汹涌魔器拍打在优犯空身上 优犯空惨叫 身上多出几道魔器森然的伤口 阁下太过分了吧 优都面色不善 赵放当着他的面 重创优犯空 简直是在打他这个优族头脑的脸 欠债还钱 既然你优族不想为他承担债务 优犯空本人又还不起 我只能取他性命了 赵放一副很无奈的口吻 优犯空 这一切 你死跟我没关系 是优族不想救你 死后若想找人算账 记得认清债主 说完 身上魔器比先前汹涌了十数倍 助手 优虚眼皮狂跳 我答应你 赵放此刻展现出的魔器 太惊人 哪怕是优虚 也不敢保证能完全挡下这一击 而以优犯空重伤的姿态 一旦被波及 绝对会死的连渣子都不剩 答应 什么意思 你得解释解释 赵放偏了眼优犯空 后者一脸无辜的看着优虚 他哪知道要解释什么 我答应你了 就会做到 你还干什么 优虚不满 答应了什么 解释解释 赵放不理他 依旧望着优犯空 大长老 优犯空此刻就像是风箱中的老鼠 两不讨好 但为了小命 他不得不看向优犯空 解释解释 赵放声音冰冷 身上杀意锁定优犯空 似随时都要爆发 优犯空都快要哭了 我特么解释什么啊 又不是我答应的 魂金 我已经派人去取了 八千万 一颗也不会少 优虚阴沉拙说道 解释解释 赵放杀意不减分毫 冷冷望着优犯空 你妹啊 这说的不是很清楚了 还解释毛线 但见赵放身上杀意不似作为 他也不敢怠慢 连忙到 大长老说了 之前答应你的八千万魂金 将会一颗不少的奉上 这么说 你们是同意拿出魂金了 赵放才恍然大悟的模样 将优犯空滴溜起来 为他理了理身上皱巴染血的衣衫 神情温和 早说嘛 何必会闹成这副模样 你妹啊 关我什么事 神经病啊 优犯空都要哭出来了 很快 有优族强者带来一枚储物空间 里面储存着赵放想要的八千万魂金 临时刺入 确定数目无差后 赵放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样才对吗 只是买卖而已 没必要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毕竟低头不见抬头剑 听到这话 优犯空表情古怪 鬼特么才跟你低头不见抬头剑 老子恨不得你现在就消失 永远别再出现 魂金已然给你 可以放过我天脉长老了吧 优虚沉着脸 八千万魂金 可不是小数目 哪怕他是大长老 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心在滴血 好 赵放倒是爽力 收去捆住优犯空等人的锁链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 优虚目光闪烁 显然没想到 赵放真的痛快放人了 大长老 他们修为都被魔器封印 需要休养十天半月 才能恢复 一个问鼎五重强者 检查了下幽泛空等人后 中幽虚低声道 没有其他特殊禁止 没有 嗯 带他们下去歇歇巴 幽虚目光闪烁了几次 最终挥了挥手 幽泛空等人被带了下去 照道由此来幽冥界 有何见叫 幽虚盯着赵放 沉沉问道 呵呵 路过 这是真话 可幽虚显然不相信 幽冥界不是轮回界 并不适合道友这等魔修 若无要事 还请早点离开吧 第2609章能动手解决的问题 绝不必必 留下这句话 幽虚转身离开 赵放目光一闪 对于幽虚能看出自己身上魔气 他并不意外 以幽虚的身份 魔王估计都见过不少 若再分辨不出 那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 只是 他刚才话里话外 都透着警告之意 莫非是不甘心交出八千万魂金 准备再对自己出手 若赶来 定让你们有来无回 赵放冷笑 道不怎么放在心上 环顾四望 确定参加西月大典修饰所在位置后 正准备前往 Sou-Sou-Tou的远处天穷 八九道气息惊人的身影 如骄阳横空 直冲照放所在位置而来 原本以为尘埃落定 准备四散离开的众人 察觉到这一幕后 纷纷顿住脚步 抬头看去 九道身影 悬空而立 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 为首的是一名青年 他左右分别站着四人 三女五男 每个实力都不逊色优犯空 有三人 更是达到问鼎五重 而为首那名青年实力 便是三个问鼎五重之一 青年现身后 冰冷目光俯瞰全场 凡是被其目光扫过之人 军功敬低头 不敢去看 当他看到照放时 目光一顿 眼眸中 瞬间涌出强烈的杀意 是你 杀了幽都 青年俊美妖异 声音更是冰冷刺耳 让人心颤 为幽都复仇的吗 你哪位啊 照放微微眯眼 对方修为只是问鼎五重 却让他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忧伤 青年吐出两个字 我说怎么长得跟幽都有几分相似 照放笑了笑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你杀了幽都 我会杀你为他报仇 你想怎么死 忧伤声音冰冷 生活如此美好 干嘛要去死 如果你真的活腻歪了 我不介意送你一程 照放谋闪寒忙 他先前已然展露出堪比问鼎六重战力 本以为 幽族会心生忌惮 没想到 走了个幽虚 又来了一个幽伤 搞什么 车轮战 真以为小爷没脾气 狂妄 幽伤身旁 一个黑脸的问鼎五重立鹤 小子 就算你实力强悍 但那又如何 这里是幽族地盘 凭你一人 还想翻天不成 照放里都不理 你找死 那人气得不轻 与身旁数人相互看了眼 同时弹出身形 刷刷 八道流光在照放四周停下 将其团团围住 恐怖的煞气 自八人身上扩散 压制四方 近的不少人面色大变 仓皇退后 战阵 八人联合 实力堪比一些问鼎六重的战阵 有强者看出端倪 惊叫道 忧伤等人 可没有把柄落在照放手上 自然不会如忧虚那般投鼠忌器 是以 确定照放身份后 除忧伤之外 八人直接动手 准备拿下 甚至斩杀照放 小子 今日 你休想走出武藤山 黑脸问鼎五重冷笑 就凭你们这破阵法也想留住我 照放审笑 拔出藏锋剑 一剑在手 他整个人的气质 瞬间变了 风略可步 势不可挡 黑脸问鼎五重脸色微变 喝道 动手 八人联手 手段惊天 恐怖波动 弥漫八方 身处他们包围的照放 宛如怒涛中的一夜扁舟 似随时都会被这狂暴的攻击吞噬 我太过心慈手软 导致你足强者觉得我好欺负 也罢 就用你等之血 告诉他们 招惹我的下场 照放神情平淡 握剑横斩 剑势锋芒无匹 无可抵挡 哪怕是八人联手 也在瞬间 被剑气波及 有两个问鼎四重 当场受了重伤 若非他们还能以佑名之力影响照放的部分实力 只怕那一剑下去 那两人就不只是重伤那么简单了 这小子实力果然强悍 不能留守 全力出击 黑脸问鼎五重大叫 即便八人攻势比先前恐怖了一倍 却依旧难挡照放一剑之威 扑扑 那两名身受重创的问鼎四重 这次再也没能保住性命 直接被澎湃的剑气绞杀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三人受了不轻的伤 怎么会 黑脸问鼎五重脸色难看 本以为 照放实力也就在问鼎六重层次 自己八人联手 哪怕杀不了照放 也能拖住他 然后被忧伤趁机袭杀的机会 万没想到 这战斗才开始 几方就死掉两人 三人受伤 这是以破 速退 黑脸问鼎五重恨得咬牙 却也知道 再打下去 就真的是送人头了 想走 照放唇搅战出一抹冷锐的笑容 我说过 你们都得死 谁也逃不走 剑气喷涌如潮 笼罩八方 砰砰砰踢的 六人身形 被无数道细碎剑气贯穿 身体变成了筛子 格外凄惨 除却黑脸问鼎五重 身怀防御仙气 保住一鸣 余下五人 全部横死 这个结果 震撼了围观的所有人 他们大部分 都是后来感到看热闹的 并未看到照放大显神威 拿下幽泛空的一幕 即便后来照放与幽须动手 双方也只是点到几指 打得很含蓄 看不出端倪 这也让他们很好奇 照放实力看起来并不强 幽须为何如此忌惮 直到如今 看到照放展露的恐怖剑气后 他们彻底明白 幽须忌惮的来源了 公子救我 黑脸问鼎五重脱着重伤的身躯 逃向忧伤 七声大叫 忧伤脸上 也浮现出一丝金融 但很快恢复 退到我身后来 他杀不了你 将黑脸问鼎五重救下后 忧伤沉沉的盯着照放 你的实力 的确超乎我的预料 但你太放肆了 居然敢在幽族 俘虏我族问鼎强者 真当没人能治得了你 照放不踩他 提见信不走向忧伤 能动手解决的问题 他很少逼逼 忧伤面色一尘 提表幽名之力环绕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今日就让你明白 哪怕你站立超群 忧众也不是你 为所欲为的地方 空 忧伤漆黑如烈的眸子 瞬间变成死灰色 与饕铁灰眸相似 触目望去 心神一颤 有种要被其吞噬的感觉 更惊人的 还要恕忧伤背后 纳若隐若现的恐怖虚影 第2610章 一人汉一族 去影一出 忧伤实力狂飙 给照放的感觉 也变得危险起来 有点意思 照放笑了笑 藏风剑直指忧伤 淡淡道 若能接住我一剑不死 饶你一命 狂妄 此言一出 不仅是忧伤 哪怕其他忧族的强者 也都愤怒起来 照放这可是赤裸裸的轻视忧族 他们怎么能忍 一剑 你太高看自己了 在我幽冥法相面前 你连挥出第二剑的机会都没有 忧伤冷笑 照放不言 踏天而上 忧伤同样冲天而起 二人于半空大战 无数人抬头望去 见证这一幕 听说了吗 那个外来人 居然打算一剑斩杀忧伤公子 他以为自己是谁啊 那家伙疯了吧 他难道不知道 忧伤公子是本届 西越大典中 神子最有力的竞争者 实力完全爆发 比肩一些强大的问鼎六众 那耍剑的小子是什么人 竟敢口出狂言 照放与忧伤之间的一剑约定 宛如风暴 迅速传遍武藤山 尽管有不少人目睹 赵放一剑斩问鼎的强势 但大多数人 还是第一次见他 相比于威名远播的忧伤 自然更倾向后者 赵公子 人群中 希尔抬头看着半空单手之剑 因为飘动 宛如折仙般的少年 名为谋中生出一丝崇敬 以及担忧 赵放实力虽强 但忧伤声名更大 几乎所有的忧名界年轻辈 都被这道身影的光辉所笼罩 对其敬仰崇拜 希尔也不例外 她可是听着忧伤的传说长大的 对她的强大 可谓是吱吱甚响 那家伙想干什么 拖累我们吗 潮汐城中 一个胖胖的少女 有些艳憎的盯着赵放 恨恨道 寒田 你什么意思 若无赵公子 你早死在云寿群里了 现在想干什么 恩将仇报 希尔怒斥肥胖少女 哼 就算没有他 我们也能活着出来 少女寒田冷笑 希尔深深看了他一眼 又发觉身旁其他少女 也都是这种态度后 心中发喊 好自为之吧 希尔不想跟这群人再待下去 留下这句话 跟他们分开 哼 这里是武藤山 可不是你朝西城 还想摆那朝西城小姐的臭架子 寒田讽刺道 这次忧伤公子出手 那小子 必死无疑 他以为自己是谁 一个人 也妄图挑战忧族 希尔顿住脚步 转过身 目光冰冷望着少女寒田 你讥讽我可以 但不能讥讽赵公子 希尔一字一句道 我讥讽了你又拿我怎么样 寒田不屑道 你这么在乎他 难道你们两人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惜啊 你注定只是他的一个玩物而已 你觉得他会看上你这种女人 寒田言语尖酸刻薄 连他身旁一些少女也都听不下去 暗暗皱眉 希尔走到寒田身前 抽出自己配件 直指寒田 拔剑 你想干什么 寒田神色一荒 他没想到 希尔反应这么大 死豆 什么 寒田脸色一白 他修为要比希尔弱 真要死豆 死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 你疯了 寒田不应战 希尔不言 直接出手 在寒田身上留下几个惊人的剑伤 若非其他少女劝阻 只怕寒田已然倒闭 最后警告你一次 再胡说八道 污蔑赵公子 我必斩你 收剑如鞘 希尔看也不看寒田 转身离去 而这时半空中对峙的二人 也终于展开大决战 一方借天地之力 气息恐怖 如神如魔 不可匹敌 一方单手直剑 剑气冲销 实不可挡 可斩万仙 两人经过短暂的叙事 其实都攀升到了一个惊人且恐怖的程度 你本来还有击败我的机会 但你太愚蠢 给我叙事的时间 这次 你必死 浑身缭绕着惊人忧名之力的忧伤 自信满满 照放笑了笑 根本不理会 只是握剑的手 微微用力 身形已如蛟龙出海般 直扑对手 怕天窄先 第八是 这一剑的锋芒 灌溉天地 压倒其他的遗弃力量 这一刻 整片天地 都只剩下那片惊人的剑光 怎么可能 忧伤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本以为 凭借着那件宝物 拉平了自己与照放的差距 可直到如今 他才发觉 这是何等错谬的一件事 见识无匹 剑光迅即 上一刻还远在天边 下一刻 便冻穿了忧伤的眉心 在其一脸不斑中 碎灭了他的生机 砰 忧伤头颅爆开 身躯宛如沙带泡落 重重砸在地上 观战的众人都傻眼了 堂堂幽族有名的天骄幽伤 就这样 被人一剑斩杀了 这一幕形成的冲击力 震撼着他们的心神 让他们难以自持 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真的 少女寒田本来愿读地盯着希儿背影 打算复仇 可在此刻 却被半空一战的结果 彻底惊住 呆让在原地 久久说不出话来 相比于他的震惊语 无法接受 希儿在震惊过后 笑了起来 不愧是赵公子 但旋即 他眉头微皱 眼中露出浓浓拥塞 忧伤潜力非凡 注定是幽族悬脉的领军人物 你杀了他 悬脉恐怕不会放过你了 赵放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既然做了 就没有后悔这么一说 若真敢对付我 我不介意大闹西月大点 用这种爽直粗暴的方式来告诉小悠 我来找他了 赵放并不担心 实在不行 那就提前突破 他眼中露出一抹明灿的光芒 身形落入地面 抬手将准备逃走的黑脸问鼎五重斩杀 至此 前来复仇的悬脉九人 全部身孕 其中 还包括备受悬脉老一辈强者期待的青年天骄忧伤 所有人物光都看向赵放 又看向武藤山深处 隐隐感觉 一股恐怖的利益 正在攀升 阁下形势未免太过霸道 在我幽族地盘 屡屡斩杀我幽族问鼎强者 真当老夫是死人吗 一道冰冷充满杀意的声音 回荡天际 移民的声音 描划 帮草 排查 艺 帮草 老夫